为什么男人敢反复背叛你 因为你处理问题的方法错了 结合我们做过的案例 我总结了三个女人常犯的错误 第一个是被情绪拽着走 她一哄你你就心软原谅 她一表现的冷漠 你就开始自我反思 自己哪做的不好了 或者你会通过哭闹 找家人给她施压让她回来 或者有些女人会为了让她回头跪舔讨好 你不去分析你们的亲密关系的裂痕 不去了解她的软肋 或者她背叛的原因 你直接放弃了捍卫自己的底线 不敢面对 甚至用逃避的方式去解决问题 所以看似她可能暂时回头了 但她是假性回归 等你情绪稍微平复一些了 她就会继续背叛 第二个呢 总想要去抓一些东西 反复的想要通过她的行为语言 去确认她是真的回归了 她还是爱着你的 她是想要真心的回来跟你过日子的 你的情绪一会稳定开心 一会又焦虑不堪 这种状态不仅是她 她连你自己都觉得 把自己逼得特别的狠 她的神迹也会随时随力的 绷得紧紧的特别累 她想逃离 又觉得应该留下 在这种纠结当中继续背叛 成了一种释放她压力的方式 而且她还会合理化她的背叛 那都是因为你的殷勤不定 所以我才去找人安慰 第三个 没有框架没有策略 正常我们做一个咨询 不管你是以结果导向来制定计划 还是以时间流程来制定 总之我们一定会有计划方案 当然在定计划方案之前 一定会对双方情况发生的问题 进行详细的了解分析 这样做的时候 你心里才有底 知道什么时候应该朝哪个方向去努力 哪怕出现一些意外也不会抓虾 也知道该怎么调整 因为结果在那里 问题分析透了 所以你知道路应该往哪里走 是不是 但是我又发现很多人在老公变心的时候 全都是被情绪牵着鼻子走 既没有分析也没有框架 我今天不行了 我要崩溃了 我一定要去找他们的事 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我明天觉得孩子还小 这个家还不能散 这个老公还是有优点的 所以我就又问他一下 关心他一下 东一锤子西一郎头 毫无章法可言 没想明白结果是什么 也不分析自己的真实的状况 全凭个人喜好 全凭情绪 对方就会忽略你的感受 不在乎你的需要 这就会令人选择 你能找到不知道 你能找到这种状况 你能找到这种状况 这是你们的状况 要找到几石 的状况 你找到我的状况 你为什么要拿来 这种状况 你不是打算